好了 上課囉 坐好 各位 好了 都還沒冷靜點 不知道還以為你們撞鬼啦 大家好 老師好 我坐哪裡 這裡這裡 好像練習生來到倒數第二集 才領突然獻身 讓練習生們各個驚喜萬分 我知道現在有非常多網路的一些意見 非常多 好的壞的都有 然後因為你們得到非常多的關注 在很短的時間 就有點像我剛出道一樣 剛開始出道的時候 雖然很紅 但我不覺得我很成功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紅 我覺得我好像並不是特別開心 我今天大概 只想要給你們一些 鼓勵跟擁抱 我覺得 小朋友很辛苦 因為這個年代 大家都可以紅 但是能夠紅多久 你的才藝 才華 你的努力 跟你的 你願不願意堅持下去 這才是我們 想要走場的 唯一的方法 你們有什麼問題想要問我的嗎 老師你有什麼 比較推薦的減肥法嗎 剛剛吃完炸雞來問怎麼減肥 你知道有時候不是肥 是水腫你知道嗎 覺得你應該先從 把你的身體代謝率提高吧 一天喝多少水 不誇張 要到兩升哦 喝兩千八耶 如果你今天熬夜 你要喝更多水 就是我希望就是我身邊的人 都是喜歡我的 但是還是也 就是有人會有不喜歡的嗎 對我以前也會這樣想 想說一定是我的問題啊 什麼什麼的 當然你自己的功課一定要做 比如說你覺得你跳舞不夠好 你覺得你唱歌會喘 唱歌會走音什麼的 那你就是必須要去 面對它 去學它 但如果他們還是批評的一些 有對不對 我就會在家裡罵髒話 我說你誰啊 你誰啊 你應該每天要 問一下你自己 我今天做哪些東西超級棒 你這樣累積之後 你的自信心就會 累積起來 沒有人是完全沒有錯誤的 這一個人生 我們就是因為有錯誤才精彩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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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